蒙特利亚瓦安尼的总会是在上个季节 就是1977年前面的 那么今天这个加拿大国庆 其实就是我要讲讲就是 我们瓦安尼总会主办加拿大国庆议 具体就是一个游行的活动 我们其实已经搞了十多年了 那么就是一个月前 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队伍 组织起来 同时把这个队伍的每一个方队的领导都定下来 就由他们过去准备去应征准备 那么两个星期前我们就开始排列 今天这个清朝大国庆活动 跟去年有一个不同的 以往游行活动是以 每一个桥团作为单位 比如讲瓦安尼总会或者是鸿门民事党或者是什么学院等等 就各自组织一个队伍打造自己的招牌 那么我们今年就不同了 我们就把所有的桥团打乱 大家不以自己的这个桥团为单位是组成一个华人社团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发泄你们一看就是华人社团 这就表示我们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整体 参加这个游行活动是一个统一整体 但是合起来有几个方队我们祖庭有几个方队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发泄带头的 就是由龙开禄作为华人社区 第二个就是龙私舞 就是跟着这五龙五师队 第三个队伍还有小数民族服装 还有一个旗袍队伍 旗袍跟着民族服装是属于一个队伍 还有一个方队就是文艺队伍 就是一些小朋友表演唱歌 还有一个阵容很强大的腰鼓队 腰鼓队的表演就是人数也很多 最后一个方队就是国旗队跟桥团的 就是所有桥团的一些今天来参加活动 都集中在一起 就是主持一个统一的桥团的方队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跟晚年不同 就是统一整个桥团 整个桥社区温合起来 就主持五个方队来进行参加这个活动 我认为这是今年这个要求活动 被以往历借历借都好 多少 我说在今年这样的一个主题 充分体现了我们玩下去 是有力量的 我們是團結的 我們搞什麼活動 只要我們是應徵去做都會搞得很好 我們是團結就有力量 我們只要打仗能夠團結一起 那麼我相信我們華安社區的明天 會發展更快 更會壯大 我們想想一切 我們會幫忙 我們會幫忙